在木木藝術展出的这组艺术家是最年轻的一组 可是展览散发出来的能量却是我们不能小看的强大 这是一个全新世代的组合 也让我们看到当代艺术在台南已经是一个 跟日常生活不可分的常态活动 现在这个花就是跟周围就是那个工地的柵栏上面的图案有关 然后主要是因为我会注意到那个东西是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说 它有点像是很有功能性的东西 但是它上面却会有一个很有童趣的装饰 然后这是我一开始注意到那个柵栏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现场就是外面有一个花圃里面是一个花瓶 然后我想要把在这个街区里面让观众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空间之前 那个花瓶很像是一个观看的导影 可以让他们注意到好像这个周围有他们日常的某个东西在这里被提取出来 然后实现了 但它并不是一个真的东西 它比较像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花瓶是一个实现的过程 那到这个空间里面这个花瓶就变得很像是另外一种取舍 它虽然在这个空间里面我把它设置的方式比较像是一般 就是家庭会有的装饰 就是摆放的装饰 但是它的颜色当然是有内外呼应跟上面的东西 就是因为内格的东西被实现出来 但它其实是不存在这种植物 它的材质什么的也都是假假的 但是我又把这个假假的东西抓去进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具象的东西 但它我想让别人感觉到的应该是一种 因为这个空间而产生的一种理想的氛围 之所以我选择车签做了一个身体的介入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跟观众互动的东西 然后当你晃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你头上的光环才会亮 可是那个就是一闪而过的状态 你必须好像你必须不断地在这个门口来回的借由身体运动 去确认这个东西好像有什么东西也许是 关于树的什么在这个空间里面实现的那么一瞬间 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不断你要往内往外抽离抽开 才能看见的一个过程